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走的是男女主风批虐练路线 七夜雪上映时间较早 热度却不如春花艳 从演员阵容上来说 两部作品相差不大 但是演员表现力却差距明显 李沁在七夜雪中试验清冷美人薛子叶 从造型上来说 李沁非常符合原著对薛子叶的描述 但是李沁的清冷感只有形没有神 李沁本人还是适合那种比较温暖柔和的角色 他骨子里的气质不适合这种身负血海深仇的角色 现实中 李沁比曾顺熙大七岁 这也导致二人没有CP感 曾顺熙更适合饰演李沁身边的小迷地 而不适合演情侣 再者就是这部剧的剧情非常虐 剧中讲述了四个人的爱而不得 男女主各有白月光 却又各自充满遗憾 观众要是没点耐心真的追不下去 再者武侠剧被改成仙侠剧的那种滤镜了 完全没有江湖的那种感觉呢 那雪景是真的实地拍摄的 却被网友嘲笑说是用绿木抠图弄出来的 七夜雪还没开播那会儿 咱瞅着剧方的宣传 他们讲这剧的那些主要名场面呀 全都是在新疆实地给拍出来的呢 特别是那雪景 那可真是实打实的在当地拍的呀 一心就想打造出中式美学的那种氛围来 说真的 我有一半是因为这部剧 有西域雪景的实拍才来看的呢 毕竟我超爱雪 也特别喜欢雪景所营造出的那种氛围美 剧里主要就是雪景啦 可加上那过度美化的滤镜后 真实的场景看起来都带点假气儿呢 不了解情况的 还以为自己看的是仙侠剧呢 既然是武侠剧 那就得有江湖的味道和武侠的质感呗 这整部剧的氛围呀 都能感觉到一股古偶加仙侠的气息呢 我都在想女主薛子叶是不是个隐居的神仙啦 好多网友都在评价这部剧的实景拍摄呢 他们说这实景呀 就像是拾了个寂寞一样 你往那儿一眼望去 那感觉就像是抠图搭井家绿木似的 剧情不精彩 信息太薄弱 节奏跟蜗牛似的 慢吞吞的 而春花宴中吴景妍和刘学义 两位演员和自己饰演的角色契合度非常高 刘学义首次进风拼虐练赛道表现得居然这么高 曾顺熙饰演的霍展白在刘学义 饰演的慕容景和面前毫无竞争力 这部剧之后 封批赛道有了刘学义的一席之地 而吴景妍在春花宴中的复仇者 人设正是自己的舒适圈 并且这两位演员年龄相仿 非常有CP感 吴景妍近期人气爆棚 从《沿喜攻略》到《墨语云间》 再到如今的春花宴 每次新剧播出 都引发热议 尽管在热度上略逊于锦绣安宁 但与其他剧集相比 吴景妍的作品无疑更胜一筹 短短五天 播放量便突破1.39亿 实力惊人 剧中热点不断 吴景妍与众多艺人合作 每次都能带来惊喜 吴景妍在娱乐圈的地位日益上升 自《沿喜攻略》与徐凯合作以来 便广受观众喜爱 那时便积攒了众多粉丝 今年《墨语云间》同样颇受欢迎 而如今的春花宴更是人气爆棚 她似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戏路 出演的古装剧一部比一部火爆 吴景妍挑选剧本的眼光独到 在古装剧领域持续发力 每个角色都让她更上一层楼 在《春花宴》中的角色更是引人注目 与刘学义的对手戏备受期待 刘学义与吴景妍在剧中默契十足 堪称最佳拍档 她所塑造的角色深入人心 令人难以忘怀 在这部剧中 他们携手合作 犹如一团烈火 点燃了全剧的亮点 《春花宴》在古装剧界独树一帜 纵然与锦绣安宁相较略显不足 却仍优于七夜雪 这种排名结果与剧中演员的表演 剧情等因素密切相关 每部剧都有其特定的观众群 然而《春花宴》能取得如此播放佳绩 实属不易 锦绣安宁汇聚了张婉毅 人民等实力派演员 剧情自然 精彩分成 即便在激烈竞争中 《春花宴》仍能保持高播放量 吴景言和刘学义的演技魅力不容小觑 《春花宴》这部小说本身就很出名 不少读者在剧集开播前 都担心她会把原著给毁了 不过现在看来 电视剧版还是保留了不少原著的精华 跟那些改编失败的剧集相比 这部剧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刘学义在剧中的这一幕 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王爷野外遭遇蛇咬 中毒后失禁 刘学义将那份羞耻感 演绎得入目三分 起初她下意识地试图遮掩羞耻 甚至怒气冲冲地推开吴景言 似乎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刘学义回想起那痛苦的瘸角记忆 心中逐渐释然 放下了自己的尊严 接受了吴景言的援助 情绪的转折自然流畅 从最初的抗拒到后来的接受 这一转变让观者们见识到了她非凡的演技 网友们纷纷为之点赞 这比小说里的描写更为生动 原著的故事情节直白地描绘了腹泻 然而在电视剧改编中 这一部分被巧妙地改为尿失镜 这样的调整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她既保留了原著中情感高潮的关键部分 又巧妙地避开了低俗场景 若照搬原著进行拍摄 这部剧可能就会变得不堪入目 制作团队对这一情节的改编 体现了他们在改编经典作品时的细致用心 这种调整彰显了剧版对观众的敬意 古偶剧本就是要为观众打造一个愉悦的氛围 经过调整的剧情 原著粉丝仍能深刻体会到原著的精华 这样的改编才算真正成功 刘学义的演技堪称一绝 她把王爷这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从中毒时的那份无助 到失禁后的羞愧 再到最终放下尊严 情绪的转换既自然又细腻 正是因为刘学义塑造的这个角色 众多观众对她的表现充满期待 也对这部剧接下来的情节充满了好奇 在塑造这个角色时 她似乎完全融入了那个角色 她所扮演的 不仅仅是一位王爷 更是一个充满血肉 自尊和情感的活生生的人 正因如此 她一直备受观众喜爱 这部剧的亮点远不止这些 男女主角在《复仇真诚》中的爱情篇章 同样引人入胜 从原本的敌对到后来的相爱 这样的情节总是让人百看不厌 此外 剧中每一处场景的布置 和每一件服装的挑选 都显现出制作者的匠心独运 这部剧简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相比《七夜雪》的虐 春花宴的剧情不仅虐而且颠 男女主相互折磨相互施爱 并且剧情进度非常快 这部剧集合了S家的制作和网络爽剧的优点 《七夜雪》作为一部武侠剧 打斗场面还不如春花宴殆尽 《七夜雪》中的打斗场面就像作秀 《春花宴》中打斗场面则有种拳拳到肉的感觉 总之看过这两部剧之后 《七夜雪》剧情进展实在是慢 毫无追下去的欲望 而春花宴剧虐又颠 进度又快 追得非常过瘾